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锅差不多 喜欢吃的菜全部往里放 这种菜就是最撇腿的 薄薄姐其实就是冷水串串 前置串几往汤汤一泡 就可以吃了 冷水下鸡腿 鸭枕 葱节姜片 26克花椒 先倒一个低汤 水开老鼠父母煮20分钟就可以了 把食材给它倒 香菇捞盆不要 虾子去做虾线 去掉糊子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一把开水洗我的铅子 小锅弄了哈 穿起 这样就可以了 香菇穿一个就可以了 很漂亮哈 去掉糊子 难得穿啊就是 嘿嘿嘿 外面穿嘛 外面卖了 一块钱 这个最麻烦的时候就是摘千千哈 但是布袋千千它又补加薄薄鱼了 哇好几点啊 不是那我穿的可能更贵 布袋千千的朋友可以补穿 其实布袋影响味道 是真的 总是要包口啊 确实的腌针切成厚厚的薄片 老公电火后 要得开干 冷水下盐巴 少放一点增加底位 葱姜料酒 烧开把菜煮熟 水开后先把火力煮熟 做气氛煮的差不多就熟了哈 撈出来 全手放入冷开水中 一冷一热吃起来爽口哈 肠胃好来可用自来水 它标签我就不管哈 素菜头凉 现在最关键一步调汤子 盐巴 鸡筋 胡椒粉 扒椒粉 这个多来点 四伯式三个白糖 香油 藤椒油 这个可以多放点 蚝油 生抽 加入鸡汤 鸡腿吃完了再放哈 最后来入这个菜的灵魂 红油 芒丝豆 不要停 煮好的菜 再浸泡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一份爽口开胃的冷吃串串 送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点赞 谢谢大家 来娃娃亲喲 要不要再来干 我先吃个猪肉 蘸汤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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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白了 来嘛 我阿公最喜欢吃猪肉哈 他们这个年代的人 就只有觉得这个猪肉是最巴适的哈 非常的清爽 一点都不腻子 这鸭针是什么 阿公 鸭针 做跑的 有 有 你拿过去 这样都算太爽了哈 阿公五花肉好吃的吗 龙虾好吃的 好吃龙虾好吃 哈哈哈 那个龙虾有点蹦哈 太蹦了 来嘛 把这块虾子 拨过来 这个跑的越久越肉了哈 肉了没有 这不是用张龙虾哦 这是海虾子的 对 很不敢跟我说 哈哈哈 哦 嗯 看这个肥不滑爽的哈 这个土豆不能做泡了 做泡了面的吃就不爽哈 用这个调料万无皆可算 这个 用这个鸭肉 哎呦 哈哈 哈喽朋友们今天视频是在讲 如果喜欢玩我要宣服 农采请关注我们 我是哈咩 我是哈咩 我们没有拦这点 是吗 拜拜